大家好,我是小徐 因为我们山西这边比较寒冷 前段时间我给狗狗们就是筹备了一批物资 狗窝还有狗垫子 已经筹备到了 现在每个区域里面 可以他们铺上了棉垫子 以及狗窝 但是有个很麻烦的事 就是让我们心里面比较纠结 因为就是狗狗 它把那个垫子全部咬碎了 咬碎了把里面棉花给掏出来吃了 掏出来吃那个棉花呢 有的狗狗它把棉花整整的就 整整的就给拉死拉下来 但是有些狗它拉不下来 这精神特别差 它消化不了 这是目前我们所面临的一个问题 不敷 不敷电子吧 它们又太冷 这个小安迪精神特别差 吃了棉花了 它们这个区域把所有的被子 全部拆碎了 好的都没有 然后吃了棉花精神特别差 排不下来 然后估计过一两天就没事了 因为我经常就找到这种的 咱家园基本上所有狗狗都会把那个垫子给你撒个稀碎 它把垫子撒稀碎之后把里面的棉花掏出来 掏出来玩着玩着 它就把那个棉花吃掉了 吃掉肚子里面有些狗狗很难消化出来 精神吧 就是比较捏 但是吃喝正常 五月 明亮明亮 明亮 干净 过来明亮 还有就是明亮 昨天也是因为吃了棉花了 吃了棉花的精神特别差 昨天晚上爆出来 就是到现在 精神也恢复了 那个棉花 就是也赔出来了 你说 这个问题是真的难解决啊 天气又太冷 晚上零下二十多度 挂门链吧 他们把门链全部咬个稀碎 像这边 像这边都是挂了棉花 人住的这边的棉花都没事 但是没有人住的狗住的这个棉的棉花 他们全部把棉花 就是咬个稀碎 看这边也咬碎了 他咬碎把里面的棉花掏出来 就吃到肚子里面了 吃到肚子里面 他许多狗狗不消化 真的这个问题特别难解决 棉花我明天定了一批 那个素肉的 定了一批素肉的棉花 素肉板一样 真的给他遮烧 因为这几天每天晚上 那个屋子里面的水冻得邦邦硬 然后屋子里面烧了暖气了 屋子里面的水也结冰 因为咱们不能关门 你关门的话 屋子里面的狗窝大死 咱们都注意不到 只能开门狗窝自由进出 大小便狗窝自由进出 所以我们只能开着 你开门门吧 屋子里面又太冷 太冷想办法给他们 铺上狗窝狗垫子 但是他们又把狗窝狗垫子拆个吸水 给他们挂棉的门帘吧 棉的门帘也被他们咬个吸水 拆个吸水 所以只能我下去 定了一批素肉门帘 定了一批素肉门帘 明天中午到 明天中午到都给他按烧 现在我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狗窝里面的垫子 都被拆成了什么样 大家说这个垫子 还要不要继续垫 这就是我今天想问大家的 谢谢大家 你看像有人住的地方 他这个垫子完完整整 狗窝不拆垫子 因为有人住了 狗窝脏 咱们换一下就行 人住在这里 他们也不敢猜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还是这批狗狗不猜 你看今天小安迪 吃了棉花之后 精神很拎 摇尾巴 鼻子也湿漉漉的 他肚子里面的棉花 消化不下来一下子 他需要一个过程 还有昨天的明亮 昨天的明亮把我给吓坏了 跟小安迪一样 讨厌他精神很差 把我给吓坏了 我抱出来观察了一会儿 结果他拉出来 那个大便 大便里面都是棉花 所以这个问题 真的让我特头疼 不铺垫子吧 他们又太冷 铺上垫子吧 都拆了 给你们看看 这边一共是有16张床 16张床 给他们铺了16张被子 16张被子 全部拆个稀碎 拆完之后 就是满地的棉花 这个棉花呢 他们就吃到肚子里面了 每次他一吃到肚子里面就不消化 他可能不是无意吃进去的 他就是玩着玩着 把那个布给他撕碎 里面的棉花掏出来 掏出来就不小心抓到了肚子里面 所以这个问题真的是很难解决 大家说我这个垫子是该继续扑呢 还是该停止呢 门里的话我倒是解决了 门里我定做了树溜的 你说我要是好心不那么冷 所以在那个树溜床上面比较冷 给他们铺了这个垫子 如果铺了垫子就成这样了 所有的区域都这个样子 不止这边 就有几个泰迪区不是 其他狗狗区域基本都这个样子 尤其是小狗多的地方 小狗多的地方 基本没有一个完整的垫子 那个垫子全部被他们咬洗碎 一个完整的垫子都不会留下给你 这是我们目前 面临的比较严重的一个问题 就是狗狗们把这个垫子咬碎的问题 那边的进去打扫打扫都扔了吧 十几个垫子一个完整的都没剩下 现在我二哥他们过去把那个棉花全部收拾一下 收拾的全部丢了吧 咱们也不是太心疼起来 因为既然选择了救狗他们安全第一 不能度过这个冬天更好 主要他们把那个棉花垫子吃了之后 我怕给他们造成大病 导致得了大病之后咱们还得去医院治疗 治疗又是一大堆费用 这也是好心能给我们寄过来的垫子 也是我这次筹备的物资 但是没想到会有这么这么多麻烦事 怎么样能把这个垫子给他处理一下 门连吧我都是处理 就是这个垫子不知道给怎么处理一下 你看看一张床一张被子 一张床铺的一张被子 你看看现在还有几张麻整的 就一张麻整的被子了 到明天我记一张被子都不剩了 哎呀真头疼啊 哎呀 让人让人的脑壳子崩溃的那种 这件小年头长大之后也是一群猜猪这个家伙 你别看他们现在消停 长大之后就不消停了 你看看 拿起来丝丝嚷嚷嚷的 哎呀 哎呀 上头了 你看那被子绝不给掏碎了 这么好的垫子 你看你冬天睡在垫子上多舒服 又有棉花又有温度又不怕冷又冻不到 开开心心的不好吗 非要把垫子撕碎我就可想不通他们了 有的人说你多给点玩具 你多给玩具也没用啊 你给他玩具他把玩具也给你咬碎 碎的 那除非给他们铁球尾铁球尾把他们牙也给杠掉了 好多呢 这边的那个树溜球 还有树溜的磨牙棒 这是狗咯们玩的那种骨头 被他们全部咬碎了一块一小块一小块的 哎呀我就感觉他们跟人调皮的小孩子一模一样 比孩子都调皮有时候 明了吃棉花吃的跑出来了 安迪如果再回家去我估计还会有下一只 你让他夹着尾巴 明天如果说还没消化 还是这个钥匙就得带到医院去 今天可以观察一晚上 看能不能就是排出来 如果他能正常排出来的话 就没事 如果明天下午含这个钥匙 他就得去医院了 带到医院医生给他取出来了 想敌 舒服吗 如果你鼻子也湿漉漉的 你就是要吃那个棉花 吃棉花干嘛呢 好了 今天就是给大家说一下 我们现在目前为止所遇到的这个问题 在实力的地上 吃棉花满 开始 开始 吃棉花满 开始 吃棉花满 吃棉花满 开始 您